五国游卿尾斯环游卿不认真很多新科技设施 其实游卿也会为民国家的进行 增加很多便民的设备 包括手机无双抢电 同书区町町都相当的大型 阿伯驾到五国游卿 马上就会注意到担门口的3D彩绘 五国游卿尾斯环游卿都以民众出发 包括这个手机无双抢电池 就是相当大型的设计 直接放上去就有一些自动充电的功能 那可是大部分的一些充电站没有做到这个 那我们的可以 假设你手机有那个功能的话 你摆上去它就自动充电 那假设没有也没有关系 我们有两个那种插座可以让大家插 很多家庭来游卿办事 担担放到电传来的孩子会插脑 家座五国游卿提供孩子游卿尾 以及童书阅读区 小朋友有所在堂圣 让家庭很放心 我觉得很好啊 因为我来的时候小孩子太多 然后自己很忙的时候 然后有儿童图书可以来那个 可以来看 我们是一个友善的邮局嘛 那我们希望说 让小朋友以后我们的客人 他有一个地方 他可以休息一下 他们说爸爸妈妈来爸爸妈妈在办事 他一定很无聊啊 那我们有这些图书可以给小朋友看 那以后这边也会设置一个沙发去 那小朋友就可以在这边看书 游卿也用无威力的设计 希望尤卿府军民众跟游卿的距离 让大家都可以在这里 栋作一个便宾服务的好地方 先为大家的好处 记者新章林坚如五个彩虹报导